來到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即場假路之日問必答 回答一個家庭觀眾是劉太的問題 她想問編號3383的雅居樂 她說早前看到她出的報告 不是太好 但又看到她最近股價好像很強勁 都正常的 因為內地有些放水的消息 內房股都是炒起了 她想問郭Sir 甚麼位置買和沽號 其實先選了甚麼價錢 老實說中線持有和短炒是完全不同的 經過昨天大幅度的上升 其實大市也好股份也好 或多或少真的需要稍微消化一下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央的政策 經過下調銀行準備金之後 第一就是從緊的貨幣政策 應該是慢慢轉移為適量寬鬆 沒有說今天放明天放後日放 是不會這樣放發 但最低限度是有利資金市場緊絕的情況 是得以改善的 亦都是每減半個百分點 相當於三千多接近四千億人民幣 是會釋放出來 有些房產公司亦都可以通過銀行貸款 拿得他們的資金 當然如果真的可以繼續營運 有得轉的話 你就不需要鑑平鑑賤 或者減價三成來賣樓 這個風氣一成了細頭 樓市想不硬著錄都不行 技術上來說一個星期的低位 都是5.27元 這一陣上來 現在短短一個星期已經升了 低位計已經升了二十幾個百分點 現在追下去真的略為高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大市亦都升了這麼多 技術上真的需要稍微消化和整固 還有昨天有六八七六點的裂口放在這裏 未必一定要全補 但如果略為回補一點點 可能連一眾升得比較急的內房或內銀 都會受到多多少少的拖累 出現一個正常的調整都不頂 這裏有一個裂口放在這裏 暫時來說懸空在這裏 技術上七元到七個半 這是早前的一個阻力區域 如果現在這一分鐘去搏的話 上面的空間暫時來說 是去到七個半左右 未必會太多 如果你可以等的話 未必會跌得太多 如果能夠回補回去 六元鬆一點的話 就幾毫子 可能相對現在來說 8到10%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入手去買的 就不要預期會跌得太多 因為那一陣的 技術上的調整 或者是一個拋售 我覺得應該告一段落 如果由這個低位 拉上這個低位計 可能是一個高低腳色的雙底 一旦成功突破了 這個是百元的阻力位 如果拉過來 連同這個上升軌 這個是一個微微的上升三角形態 如果一旦突破了 中期目標 應該可以看回上九個半至十元 不過暫時來說 不要看得太多 如果你現在這一分鐘的搏 就給你一個目標 七個半或者是八元 如果升幅七個半 再上往八元 這個是暫時的目標 如果這一分鐘要買的話 做一些風險管理 六元就做止蝕 第二 就說你索性現在不買 等它下去六個二三 如果有機會見得到 或者六個三四也好 怎樣也好 你那一分鐘才買 那個目標仍然維持 七個半和八元 至少一樣貸回六元 你可以計算到數 買便宜幾號 下面的風險就小了 但上面的上網空間就大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先等一等 好 解答完電郵問題 都看在大市方面 林賓美市真的跌下去了 最低見過18878點 跟現在的指數都差不多 現在做18894點 跌回80點 昨天就大升成千點 今天有回吐 算不算是正常 其實很正常 因為大市本身來說 經過昨天的大幅度上升 其實市是遺留了一個大型的上升 三角 即是上升裂口 這個裂口 一天仍然放在這裏 對後市來說 始終是一個後環 我不覺得會全部補 但如果大市能夠稍微 輕輕回報這個裂口 對後市的發展更加有利 看圖已經知道 18182點 192是對的 18192到18868點 這裏有676點的裂口 放在這裏 是12月1日遺留下來的 如果一路都不補 這是後環 我不知道明天會否會補 後日會否補 或者下星期會否會補 所以索性會先回補 既然內地政策已經有所改變 後市來說 是有些基本因素帶動之下 仍然有機會向上走 不過技術上 如果能夠先行向下回補 即是修補這些上升裂口 其實來說 當然是有利後市進一步的發展 值得提到的就是 包括10天 50天和20天線 現在都是在裂口中間 如果大市向下走 會有機會觸及 甚至會跌穿 20和50天線 不過我和大家說 不需要太擔心 就算跌一跌穿 都只是一個健康的 技術上的消化 消化過後仍然有機會再走上去 我總是覺得12月份 是有機會形成一個先低後高 但如果在高台上 低位再先低而後高 那你一定會上網2萬點 那波幅是否窄那些 只有1,000點是很小 但如果下去 例如1萬8,500 計算 從這裏再咬上去 這個波幅就大了 我始終認為 市如果有機會 向下稍微略為調整 改善一個形態 是有利後市進一步向上推 比較大的阻力 暫時來說 都是在 11月9日的高位 20,173 以及10月28日的高位 20,272點 這兩個是一個 短期的雙頂 什麼時候突破 我不知道 但如果能夠成功突破 下一個技術上的阻力位 應該去到 20,957點 這應該是9月初的高位 值得提到的就是 整個大市 如果大家有發覺到 你把這裏拉過來 或者把這裏拉過來 是一個上升阻力 都沒有緊要 看你看多少 但是 以16,170 以及近期的 17,613點 如果連線 這是一條上升軌 慢慢形成 如果把這上升軌 一路連線 這個阻力位 就形成一個上升三角形態 其實市不差 我覺得一點都不差 只不過 動力方面 真的要維持 好像昨天那樣 砰砰的形態就最好 如果一旦大市真的有機會 回吐完之後 再走上去 而突破了近日的高位 我自己覺得 基金是會進一步增持 因為很多基金 手上持有的現金比例 還是比較高 如果大市真的在未來 20個交易天 其實沒有 只有18個交易天 如果能夠做好一點 基金是有增持的壓力 因為你對大市商跑 如果跑輸大市 是很難交代的 我自己覺得 暫時來說 稍微有一點向下調 或者修補昨天的高位 下降下來的上升 對後市的發展更加有利 不要忘記 12月份 除了中央突然間 下調銀行準備金之外 傳統來說 也是一個連結的月份 我覺得基金 或者個別股份 應該有些粉色的活動出來 不過大家 是否可以抱著太大的憧憬呢 我總是覺得 最大的彈 都是歐債 因為歐債 沒有正式的方案 或者一個政策 輸解了市場的疑慮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好 不過真的不要太過誘 這個是事實 看到下個紅症重貨收回區 都是在19,600至19,800 其實如果12月份 要上回20,000點 都應該可能 有些難度 大家記不記得 11月10日當日市 曾經急跌932點 記不記得 923點 大幅度列口低開 之後是補回一些 但是在上面還有一個下降列口 是在19,967到19,641點 326點的下降列口 是懸空了 還未回補的 其實這個領域 大幅度的列口下跌 大幅度的列口上升 變成高台有下降列口 低台又有上升列口 有時候真的看到眼睛都花光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12月份可以看好一點 好,謝謝郭Sir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郭Sir總結一下 今早的大市方面表現 亦會講一下個別股份表現 看大市現在跌98點 18,9804點 成交額286億多 稍後回來談